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基隆市议会议长蔡旺连 现在欢迎大家收看民意交响曲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礼拜的民意交响曲 我是主持人蔡小军 在后疫情时代民众的生活到底怎么样呢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为您邀请到三位异作 带大家来看看我们基隆市政府的市政建设 到底目前进度如何 另外还有就是关心大家的产业发展 还有纾困问题 为您邀请到三位异作 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是我们市议员蓝敏黄 蓝一作 主持人秦议员 连议员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一作好 第二位是我们秦珍 秦一作 我们主持人好 各位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跟蓝一员还有我们连议员 我们一起来跟大家共享这个时间 是 一作好 第三位是我们连恩典连一作 主持人小军 以及我们电视机前面的关心 我们交响曲的电视机好朋友大家好 一作好 好 进入节目呢 我们先带大家来看看 其实民众最在意的还是有事 水的问题 高地缺水这个问题 真的是困扰民众非常久 我们先来看看中正区发生的困难 民众打开朱家的水龙头 只有细细的水源缓缓流出 常常一滴水都没有 想要洗澡总得自己烧热水 这里是基隆中山路一带山区 居民长期饱受缺水之苦 基隆新山水库蓄水量高达80%以上 是全台最保水库 但基隆95%都是山坡地 常有高地用水问题 像是中正区和信义区 共有六个里 四所学校 一千多户的居民 常常因为水压不足 加上管线老旧 导致漏水严重 用水量不足 引起民怨 南部你现在电视看得到 都在缺水 共五亭二 我们基隆的不缺水 但是你看 我们租到中传域 自来水公司就在我们附近 就在我的辖区内 竟然没有水可以用 我们三十两个水 就是自来水公司 它每天打水 有分成两个时段 所以说定人家爱不水 经过实地的会堪 水公司同意新建蓄水池 改善长期供水不稳定的问题 要彻底来解决 寿山路 这个中传路 以及正一路一带 高地用水 不稳定的一个现象 那这个区域总共有四所学校 那大概有一千多户的住户 长期因为不定时的缺水 造成民众生活上非常的不方便 那么学校在教学的时候 学生也感觉到非常的不方便 那经过将近十年的争取 那么今天总算获得自来水公司 正面的回应 要改善那个高地 高地用户就一般没有水 还有这边的管线是老旧 怕那个有时候供水会不正常 他们做起来后会改善 改善差不多这边的 中正区这边的那个有六个里的 总算水公司计划新建蓄水池 可以提供新义中正等高地居民使用 三千户受惠 不过工程长达两年 居民只能在耐心等待 你真的要等待 不过好在是有好消息出现 我们要请蓝艺座 其实中正区还有很多对不对 其实基隆市 百分之九十七的面积都是山坡地 所以我们所有议员 最辛苦争取的工作 就是解决这个高地缺水的问题 那在中正区 三沙湾一带 是我长期以来 争取最多的 但过去几年都只争取到水公司 只愿意太旧老旧管线 始终没有办法彻底的改善 那么今年因为缺水比较严重 造成很多民众叫鼓连天 那特别是疫情期间 大家生活已经很辛苦了 如果再碰到吹雪的话 我想民众真的会受不了 那不过今年 在我继续争取之下 非常感谢自来水公司的 新的这个处长 李庆兴李处长 还有我们中正国中 黄明志黄校长 共同的资质 原则上 水公司已经同意编列经费 那我们也选择了中正国中 他这个校门口 有一块闲置的土地 我们将在这里 新建一座蓄水池 那它的面积大概是 长17公尺 宽8公尺 那楼高大概是 两层楼的一个大型的蓄水池 完工之后 将可以提供 7到8吨的蓄水量 那我想完工之后 就可以彻底改善 山沙湾地区高地供水不足的问题 最重要的中正国中校长 最关心的也是 这个蓄水池将来 也可以让学校 作为这个消防水的方面来处理 因为学校也怕这个发生火灾的时候 可能这个凑不到消防水 也是很麻烦的 那我想这个工程 好不容易在今年已经定案了 那我也希望 制造水公司能够尽快的 完成这项工程 来彻底改善我们 山沙湾地区 以及中正国中高地 用水不稳定的一个现象 哇真的 高地供水问题解决了 但是其他区还有 我们来带大家来看看安热区 以幸福阀城社区之力 在107年的时候 我们市政府 以第二预备金带电了 他们900余万元 为幸福阀城处理 维修工程费的燃米之急 那请问您市长 是否可以依照幸福阀城的这个案例 以预备金 借电 借电住户 来这个支出配偶款 再以四年24期 平均来水费 还缴我们市政府 这个借电款 所以是否请林市长 以纾困之情 给予建电 那请林市长 你回应一下 是否可行 谢谢请议员的指教 这应该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是幸福华城当初 用第二预备金 最主要是因为 它这个 有紧急的灾害的 这个疑虑 所以这个用预备金去 等于是抢救灾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如果说 它不是说四年24期 然后要市政府来电 市政府电可能会有困难 我们的那个相关的财主 这个市府的预算的支出 这个可能会四出无名 说实在我们也没有 1160万可以 即便可以 法定上可以电子 所谓的借电 那我们也没有 1160万这样的经费 所以要不要请 那个吴处长讲一下 台水公司跟 跟这个住户 还有签订的这个协约 那看日后是才几期 去做分期的去寄收 那这个应该是两回事 那二倍金的是二倍金 那那个水费的部分 就是看住户跟水公司 他们这边 他们签订的契约 这样子 好 谢谢吴处长 在你的说法就是说 预备金有它的一个 动用的要件 对不对 当然我们一切都是 要件的依法的程序在执行 好 那既然这样子 我想 这边我也不能 非如何的要求你们 但是希望说 我们私人单位这边 可不可以跟 资产水公司再出个面 跟资产水公司 来协调一下 帮助户 来所谓的一个疏通 让在后面的这个 这个资产款部分 可以分歧 假如四年不行 三年两年都可以 最起码减少 束缚它基本的 现在的一个负担 我想这一点 是不是请我们 市政府这边 可以来协助 市长 谢谢秦议员 我想秦议员 非常关心住户的权益 我们尽量来努力 看看有没有机会 不过我也提醒一点 因为如果壮观台北 这个事情可以这样的做 我担心在水公司的部分 他们可能更担心的是 所有其他案例都比较办理 你知道资产水公司 其实它的财务是非常的紧 而且它的负债是非常的高 它为了要处理高地供水 这个事情 它已经把所有的资源 挤出来了 然后去编列四年 十二亿的预算 那如果还要他们再去处理这个工程 就是说民间的这个工程馆 做分歧的事情 那他们的财务压力会更大 那另外就可能不是个案 它变成是所有的案 这个全国的部分 这一次全部通通九个 全部通通要一起使用 因为其他的可能听到的 他也会这样要求 那另外这个还有第二期的部分 那所以他们可能考虑的会比较多一点 那不过秦一元有这样子的一个意思 我们也来转答 谢谢 好 谢谢市长 既然市长讲得那么清楚 在公部门的一个法院的立场 我想我们市民能听见 也许就会体谅这其中的原因 可以看到对于高地供水 其实在异作的督促下 是否做了很大的努力 而且还进行的改善 我们要请教请异作 现在目前情况又是如何 进展到中央台北这个漏水 我想这个图表 有跟大家看一下 从102年开始 陆陆续续的一直在漏水不停 但几乎我们的平均度数 每一期都在一万多度 那出乎负担起来一个月 一起都要负担十几万的漏水费 我这个图表一直到106年的时候 我们平均的一个月几乎 一期几乎要一百七十万的漏水费 我想对我们出乎来讲 是非常大的一个负担 也对水质源来讲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浪费 我觉得这种轻易之下 我在一位急急的 向市政府相关单位来反映 这个问题我们如何来共同解决 所以说我们在这几年 一直的一个反映之下 到108年终于我们中央 统一了一个所谓全国的 一个台湾水载水公司 高低供水设置的计划改善计划 然后补助了一个一笔经费 所以在110年 我们中央的一个分配比例 就是说有公务部门负担八成 然后住户自负两成 所以这无形中减轻的住户的一个负担 所以在这种情景之下 我们依照自爱水公司 跟我们住户的一个协调之后 我们住户在100 就是在110年的时候 我们109年10月底的时候 我们住户要缴交所谓的一个 住户两成的费用 然后市政府在编列他们的所谓的公部门的八成的费用 所以在整个110年的 今年的7月应该要发包 但是我在上节目之前 请问在水公司过 他说到目前他们正在公开招标中还未却标 所以这个积极度我希望说水公司能赶快的 把这个工程发飙出去 然后希望他发包之后 也能到我们设计来做一个说明 让我们住户了解 在他施工的期限是多久的期限 在施工的期间 住户要如何配合自己的蓄水的使用 我想这方面都是我们住户现在比较关切的 但目前还没有实施的更换之前 目前我拿到手上这个水单 是今年这一期的一个水单 还是一起还是漏料14457度 所以说平均起来 现在我们住户还是每一期就两个月一起 大家要浪费了将近十几万的水费 所以这是非常大的一个住户来讲 是非常不值得的 那水之间也浪费得非常的可惜 希望在这个进度上 台湾省市场水公司积极的尽快的 把这个工程发包出去 向我们地方来做一个说明 然后把整个施工的期限也列定出来 让我们大家在心里上有一个期望 希望说我们这个漏水问题能彻底的解决 来解决民生用水以及水资源的一个不浪费 水资源不浪费真的很重要 刚刚说到两个月就要2万多块漏水 没有用到的水 对 整个社区 等于一个两期就一万四千四百多度 一万四千四百多度 一万四千 等于算水费一度十块来讲就十几万 十四万多了 所以这非常的浪费的一个所谓的共共财 是 真的很浪费 不过至少这是在等待就是要发包出去 那当然有成功的案例就是我们的幸福华城 我们要请联恩店联谊做 其实算成功 但是是不是还有要加强的地方 是 我想我们讲到我们幸福华城 在我们那那区 我们就相对的幸运 在106年的时候 我们将这个市长 市政府提出来 说我们漏水的程度 刚刚市长有听 我们大概有听到 市长说我们那边是一个 真的比较危急的状况 我们那边幸福华城有一千六百户 那每一天用水只有将近一千度而已 每一天 但是漏水量要一千两百度 所以这个相对的这种资源浪费不缩 然后我们这个住户每一期 每一期大概要漏掉五十度 如果你在那边住在那里 你都没有用水 或者是你只是这个房子空污放到那里 你还是一期将近要缴到五百块钱 所以那时候漏水非常的紧急 我跟市长讲说 再这样子再漏下去 漏水量只会越来越大 不会越来越小 因为它那个管线的破旧 老旧 然后破了破损 然后只会越漏越大 也会担心 因为幸福华城的地形就特别奇怪 就非常的高 那也担心整个会滑落 那所以我们的比较幸运是市长那时候 有找了很多的单位一起说 那不然就是用第二预备金来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那但是有个前提之下就是 住户当初我也一直去跟大家说服 说如果今天要改善这个方式 我们住户必须要有一个续拟准备 要换这个管线 要泰换这个管线 必须要我们自己出钱 那后来幸福华城的人在我们 我将近三年半为了这个事情 常常跟他们开住户大会的时候 就跟他们说明然后解释 那后来终于也答应了 就在这样子三方市政府也愿意协助 那资贷水公司愿意协助 再来就是居民本身他愿意协助 那就把这个事情完成了 那还好在刚刚行政议员有说 在107年底的时候 108年那个中央有通过一部分 一个条例就是要补助 这些高低供水的80% 所以我们那时候脚钱已经脚了 现在已经都超过了 我们的两成也已经超过了 就等自来水帮我们退费 所以这是我们比较幸运的案例 那现在我常常在听到他们 包括线路上讲哪一区哪一区 又缺水了然后又漏水了 我就觉得很幸运 当时第一届我当议员的时候 几乎每一个礼拜最少要处理 两到三次的漏水太严重 然后导致这个民众没有水喝 那现在我就看到线路 我就觉得说我们真的是 这个是一个幸运的地方 终于把这个最辛苦困难的问题解决了 然后我们现在暖暖区 当然还有我们八渡 特别是举光新城 大概还有200多户 现在也是面临着高低供水 那我已经帮这个社区就是申请 也是在看能不能列入 列入这一次 我刚刚讲108年的方案当中 有事代水有释出21亿出来 要解决这个高低供水 看能不能把这个 举光新城也排进去 然后真正的解决 我们暖暖区高低供水的问题 解决高低供水的问题之后 要带大家来看看那个水沟 那我知道在暖暖区其实有暖新房 还有暖暖节16巷 这边都是不是有水沟外漏 然后造成民众的一些危险 然后后来经过联谊座的争取 是不是有这样的案例呢 好 谢谢 我想在这个暖暖区 暖暖街16巷 16巷 我们那个有一个 这个就是我们当初漏水也漏得很多 那有一个水沟就是长期被漏水的冲刷 那后来我看到这个状况 在林里长的这个督促下 那我们也就是说 是不是这里要希望能够给它改造 结果就像刚刚那个相片把那个水沟做好了 另外还有一个暖新房的一个改善的部分 那我想暖新房 或许我们知道当初暖同里 他们在做这个关怀据点的时候 那个里长非常用心 然后在里民会长旁边也搭建了房子 那当时私搭建的 后来就被检举说那个是伪建 那我记得是搭了两次 也花了不少钱 一次都大概将近要四五十万 那两次也经历上了百万 但是后来还是因为这个违反 我们这个应该是伪赃建筑 还是把它拆掉了 那政府单位我也觉得是这样子 他不是因为你做好事 而可以做违法的事情 所以他还是把它正法 把它这个伪赃拆掉了 那在之后呢 我们这个暖同里在里长上任 他一心也有非常愿意有这个热忱 要做这个他们里长的 这关怀据点脑袋送餐的部分 后来我就去争取了 把原来市政府的老旧的房子 在那边也都没有用了 那把它重新翻修 就是我们刚刚有看到 那个暖心房的一个旧的房子 和新的房子那个影片 是 就是这一个 这旧的下面是旧的 那时候都旧的 那时候也都是闲置在那边 那里面也是都很脏乱 用那个铁皮在盖着 后来现在把它改好了 那这个改建了以后 外面人家说这是不是民宿啊 那盖得还不错 那里面所有的这个设备 就是帮助这老人用餐的 这个一些设备厨房 不管是厨具冰箱 或者是所有的用具 包括烤箱 统统已经备齐了 等到疫情之后就可以开动 是 对 那所以刚刚说到那个漏水嘛 漏水其实水漏掉之后 其实路面是造成很大的影响 因为水塌 路就下去了 来看看圆圆路 我们翼座也有准备照片 要给大家看一下 这远远路那么大条 其实也有塌陷的地方 好 那远远路 我想这条路在市长 应该在前两年的时候 就说远远路要变成一个示范道路 那示范道路 这个我们基隆市的经费 因为也不足 也就向内政部申请 那现在要听说才一百 一十二年之后 那个现在在西部计划中 一百一十二年之后 钱才会下来到位 然后才开始做 那刚刚谈到有漏水的部分 像这些我刚刚也看到规裂的 都是有时候这个自来水漏水 那造成的下陷 那现在经过自来水公司换管之后呢 那路面上的这些的归裂的部分 从巴督中学 基隆中学开始 一直到四角亭这个交界远远路 这一段只要有破损的地方 我们这次都请公务处 用这个方块式的切割 然后先把这些的旧的破裂的先补好 那等到一百 一百这个一十二年之后 他们那个钱到位 可能就变成全部抛扑 然后把远远路来整个铺平 那做成示范道路 所以不只关心民众最相关的供水问题 然后道路的问题 让大家行得更安全 接着要带大家来看看 其实艺座们也非常关心市政的大建设 像是我们市港标杆计划的 树梯及希望工程 先带大家来看看市政规划的愿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看到市政府 现在就在市区正在进行的是 我们的树梯工程 还有希望之丘的工程 然后重点在边坡的部分防护 我们的蓝翼座非常的关心 接着要带大家来看看 在台风前关心的状况 工人忙进忙出 进行防护准备工作 一旁围离已经将帆布卸下 施工材料用钢锁固定 就怕台风来夹带强风豪雨 尤其这个边坡里 这个如果风雨很大的话 我们很担心这个会直接通到山下去 因为昨天我来看的 现场都没有 前一天还在施工 工地现场没有盖上帆布 黄色土石就裸落在外 而这里是中正公园 竹谱后方 金融市政府正进行 山海城串联树梯工程 及希望之丘等重大工程 由于大片边坡进行开挖 下方就是住宅区 优心三部地防抬工作 有没有确实 市议员莱敏黄前往勘察 要求施工单位要在下午之前 把整个边坡的附土工程要做好 以避免发生土石流的灾害 另外整个工地的大型机具 围里还有设施都应该加强固定 或者放置在所在的地方 以避免被强风吹落而发生公安的意外 前来会干的都发出说明 除了前一晚紧急铺上返布 相关的防台工作都已经准备就绪 昨天因为他们台风还没有进来 所以他们还是正常在施工 所以在正常施工期下 他们没有办法去铺这些帆布 因为他还要继续进行他的施工 那昨天要下工之前 因为他知道今天是礼拜五 台风是最接近台湾的时候 所以他就自己来做这些帆布的覆盖 避免这个水进入这个土壤 烟花台风来势汹汹 金融市政府正进行多项的大型建设 防台工作不可轻忽 真的就是要关心 时时刻刻的在地建设 我们要请蓝毅座来说一下 就是针对我们的大金融历史场景 还有我们的山海城串联计划 其实是很棒很棒的这个建设集 那它的工程施工部分 倒是需要大家一起来协助基督处 我想这个山海城串联地标的速梯工程 总经费高达3.3亿 可以说是中正公园近30年来 最重要也是最大的改造计划 完工之后一定可以成为我们发展观光的亮点 可是我们发现 因为上个礼拜有台风逼近 所以我特地到现场去关心一下进度 结果发现他们都没有做好防台措施 所以我紧急办会砍要求这个杜化处 赶快要求施工单位来加强边坡的防护 避免台风期间发生土石流 还有这个重型机具被垂落的公安以外 那这个计划主要它是分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它是把利用旧二分局的建筑屋 整个拆除之后 然后盖了地下一层地上四层一座大型电梯 那将来就可以从一二路直接坐电梯 直接上达到我们的祖谱坛的位置 那么第二个工程就是针对祖谱坛前后周遭的环境 进行总体的景观改造工程 那未来这个地方整理好了之后 我相信会成为我们基隆最好的一个观光景点 也是一个看山观海最好的一个地方 那我想基隆是台湾的八景之一 在60年代、70年代可以说是台湾最享富盛名的观光景点 可是近30年来都没有开发建设 所以也相当的没落 那么经过这个林市长 还有我们都发处长的规划争取之下 总算获得中央补助三点多亿来进行中正公园的大改造 我想完工之后一定可以成为我们基隆发展观光的一个亮点 那么另外我也跟这个机会跟大家报告 那么除了山海城计划之外 那么基隆市政府目前还推动一个大基隆历史场景的一个景观再造工程 那这个工程也非常的重要 总经费高达四千多万 那他主要是把法国公墓跟太平仑纪念碑研西 这两个工研给整并 那这个就是目前施工的一个概况 目前大概已经完成了大概80%的进度 那我们预计这个下个月月底八月底九月初就能够来完工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针对校官宿舍 跟这个若米墙思维的部分进行整体的景观改造 那这个部分要特别感谢我们这个国王部 还有这个若米辅助也配合捐出了部分的土地 那整体完成之后 整个园区面积就相当的广泛 我想这个整体的公共工程完成之后 就可以大大提升安南桥大沙湾地区的生活品质 还有我们发展 本市未来要发展这个古迹观光的一个重要的景点 那我想这两个工程 在这个疫情期间 并没有因为疫情的拖延 这点我也非常肯定我们市府的团队 那么我也期待这两个工程能够如期的来完工 好让我们基隆市发展观光的竞争力 可以大幅的来提升 这两个工程完工 其实也是我们基隆市是一个很大的亮点 那在都市也被国际看见 那说到这个都市规划 我要带大家来关心我们的麦金路 情侦义座非常关心这个麦金路都市规划的进度内容 我们要请教请义座 麦金路这个就是从高速公路往八股方向下来交流道的左手边 这整个山坡地里面包含到国有地 还有一些私人的土地 那在民国106年还是05年的期待时代呢 那个国有残忍局 他把他所谓的一块地 拨给我们基隆市政府作为交通公共建设开发用地 但是在这几年 这几年从开始拨到建设一直在规划中 然后到了我们林市长手上 好像他这个案子另有其他的看法 就暂时把它搁置了 那搁置了对我们当地的一个公共建设来讲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所谓惋惜 因为麦金路是在我们安乐区往高速公路往市外一个主要的干道上 那边的国有地还有私人土地 假设能充分的开发为商业区域的话 我想这便是一个都市区域性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所谓商业区域 那为什么现在我们林市长手上他各自能 因为他有他的一个想法 他的想法就认为说 应该将这块土地国有地跟私人土地 重新的做一个安乐区区域的都市评估 然后出来的话 有一个可行的一个轮廓出来之后 再邀请我们地方跟国防 还有国有地 大家共同来研商把这个土地如何的开发 然后有市政府部门主动提出一个所谓的评估的一个方向 让国有地跟私有地能结合在一起 来充分的来发挥我们这块土地的一个 它的未来的一个兴盛的价值 我想这就是我们可能现在市府团队 他们正在努力的 但是这个规划的评估经历 去年我们也编累了 但是到现在我们还没看出它整个评估报告出来 我希望这个报告能在今年度赶快提出来 来公布于是 让我们地方的所谓的私人企业 产业也好 或者我们国有的产业的土地的开发的 利用的价值结合也好 我们能充分让市民了解 让我们企业能尽快的 有意愿来投注我们这个所谓的商业开发的一个建设 我想是大家期待的 对 就是土地要好好地善加利用 这样当然就会产业会兴起 那请接着要带大家来看看 我们的土地有的问题 就是在暖暖区的部分 像我们的联恩典联益座 它是协助清除脏乱点的问题 要带大家来看看我们的惠民新村 我们要请教联恩典联益座了 好 我们这个惠民新村是在我小时候 这个我们在地方上是铺 它的进驻造成的地方是铺了第一条的博游路 那有所有的水银灯也是在那一段路上面 大概在有50公尺这样铺这样子 那对我们小时候来讲 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这个新奇 怎么说呢我们晚上因为电灯很亮 路上都没车 那边变成我们一个很好游气的一个地方 结果这个经过了大概50 52年的这个阶段 那现在的惠民新村 因为这个宿舍也老旧了 那所以他就把里面的这些员工 通通的撤走 那撤走已经撤走了将近有五年 五年到六年 那里面真的是藏屋纳垢 不管是环境上 或者是特别是那里最麻烦的 就是有些的吸毒的青少年 就因为他们撤掉的这些的房子 房间里面 那常常在那边就是做一些这个吸毒 或吸强力胶 所以造成地方这个非常的困扰 那那时候我们这边的民意代表 我也去争取 是不是就把那边封起来 后来这个港务局也把这边做成了一个措施 把门都封起来 那围墙 当然小朋友 这些的不良少年要进去还是很容易 后来他们决议 就要我们也建议说 那是不是你这个新村既然放到这里呢 也没有用 是不是把它拆掉 然后做成我们当地很需要的一个停车场用 结果在就快要准的时候 有一些这个文资的这些的好朋友 他们认为说 这个已经可以纳入这些的这个文资的项目里面 也就是这个文化资产 那经过在台风之前呢 他们有来做一个会刊 那也会刊之后 他们也觉得说 这个已经有超过50年以上 我记得如果没有错的话 应该是超过53年 那正好在这个尴尬的年段里面 那港务局和这个资产的文资 这些的委员来看的时候 那就暂时搁着 你们不要再做这个拆除的动作 等确认认定之后 那再做以下的事情 那可是他们那时候 港务局已经就发包出去 就要整理里面的房子 就是刚刚我们看到影片上的 有一些的部分 他把里面的家具啊 什么东东 都清出来了 都清出来 那个应该是在惠民新村的部分 就是那这样子 特别是像刚刚蓝议员也说 在台风前呢 我们就必须要赶快 把这些清出来的垃圾 一定要清走 那清走的时候 如果没有清走 台风一刮 把这些垃圾 全部散到整个社区里面 非常非常这个麻烦 那后来在台风前的三天 那就跟了这个都发处联络 港务局联络 环保局联络 那最后达成共事 在这个台风的前一天 就把这些的涨乱通通清掉了 这是在惠民新村的部分 然后那我们在 其实在惠民新村 我们在这个会刊的时候 其实也看到一棵老树 那棵老树呢 我们也看到将近 差不多应该有五十 五六十年的老树 那那个时候我们就想到 我在这个 在去年的十一月的时候 就看到这个暖暖 有一个莱夫公的这个老树 那跟这个齐老呢 莱夫公的齐老 在讨论的时候 就发觉到这个莱夫公的由来 它是以前那边都是一个田地 那有历史 应该有一百 大概三十年左右 小小的一个土地公 后来在前三十年的时候 因为地方上觉得 这个莱夫公在地方上 也让大家很能 就是有求必应 就决定要把这个莱夫公就做大 在三十多年前 三十年前就重新再盖的 就是现在的样貌 那但是最宝贵的是什么 前面我们看到一棵老树 那棵老树 那这个老树 我去这个去了解调查齐老 有150年左右 它的树径 树径已经有大概一百多公分 这么粗啦 那现在的部分是因为 我们刚刚看到莱夫公那个相片 大家如果去过的都知道 它那个路也当作很奇怪 有一条上面一条下面 就是一个高一个低 所以进去的时候 他们车子走右边 出来的时候走左边 那造成那个树 现在就是底下有围到 那个渣栏那个地方 那个原来是这个水泥地覆盖的 那造成那个树呢 就越来越扁 因为地形的关系 所以那次我去会看了之后 我就坚持要要求市政府 我就找了一些经费 把这个路要向左边这个拓宽 也就是那个有纽泽西护栏 做的那一块新的 那也就是让这棵树 这棵来不公下面这条路 就不要再走了 把这个路完全都扩到 扩到左左边这边来 让这棵老树呢 能够好好的让它生长 那现在也经过这个产发处 那他们也协助 那就是我们一起设计 然后把这个 只要的多的水泥覆盖的地方 通通把它清掉 那让这棵老树 好好的继续保存下去 是 保护老树 这真的是很不容易 有机会大家可以去重生一下 另外就是我要带大家来看 这个八堵车站前面的回转道 是不是很多民众 像联谊做反应 不太好使 对不对 是不是 我想这个在108年 我记得年底的时候 八九月办了一个会刊 就那个会刊说要把八堵火车站前的 这个回转的部分要把它封闭掉 那我们那时候会刊完了之后也莫名其妙 就这样封了也没跟我们讨论 那结果我们问他说那你这个回 这边不让他回转 要到哪边回转呢 结果这个回转到又把它丢到下两个路口 下两个路口 那下两个路口那个路口在哪里 就是在下去泥八堵火车站一公里半的那个八堵加油站 那边回转 那边回转 然后再往回走 哇 这些民众特别是计程车的这个司机都真的要疯掉了 那这边有很多的故事 常常为了这个搭计程车的民众跟计程车吵架 吵一吵就开到这个八堵派所去 他说这个计程车帮我乱绕路绕那么长 害我要多一跳 也就是十块钱 那后来经过警察跟他解释说 这边的路是不能回转的 这八堵火车站前 那经过我这样子多次的这个协调 那争取 目前这个交通处这边有松口 因为这一次也正好 他们有争取了一笔经费 要把这一个八堵路一段到七堵这段 的周边的这个道路规划 要重新再整理一次 那也就是说八堵火车站前面的路廊 还有这个公车的站牌 可能要做一些调整 包括机车的停车位 还有汽车停车位 一起整个规划之后 那就会把这里恢复过来 那我们拭目以待 希望也市政府赶快 把这一个问题赶快解决 不然造成太多人的不方便 是 就是关心大家最切身的问题 当然还有很多温暖的消息 要跟大家分享 为了要帮助第一线环保局清洁队员 来为他们加油打气 要带大家来看 基隆历届里长服务协进会 特别捐赠了物资到环保局 保力成功 环保局加油 我们是金融市历届里长协进会 因为最近固定很严重 尤其我们这个环保局清洁队 是我们的那个环保尖峰 所以也是这个最前见最危险 所以我们透过我们秦议员 还有我们油常务监事跟各位常务旅事 大家研究的方案就是我们来做一点小小的 这个社会责任 来给那个我们环保局最前线 最前锋的这个我们环保清洁团人 所以这今天是一点点的小意思 请大家共襄盛举 防疫成功 环保局加油 因为防疫期间呢 我们看到我们环保局的兄弟们 是在第一线 为我们一些防疫的工作 消毒或者说收集垃圾等等 他们心理上的压力非常大 所以说今天我们历届里长服务协进会 在我们李略韩理事长的带领之下呢 我们来表示一下 我们对我们兄弟们一个鼓励跟关心 希望他们在这个防疫工作前 也除了自我的一个工作上的一个进责以外呢 那自我的保护也非常的重要 希望说我们这一点点的一个表示的心意 我们共襄盛举来结合社区 社会上大家实战团体一个互相的资源 让我们环保兄弟们 大家除了工作以外呢 也把自己保护好 也保护好家人 我想这是大家共同的一个心愿 我们非常感谢 那由秦远还有我们历届的里长联谊会 包括常务理事 会长大家一起来 来对环保局的一个关心 以打气 那我在这边还是要做一个说明 环保局虽然大部分的清洁队员有打疫苗 但是打疫苗不是万灵丹 尤其在工作之后 一定要确实完成的消毒 这样的一个确实消毒 有赖于使用酒精 所以非常感谢联益会 可以赠送的一张大批的一个酒精 给队员能够更加落实来执行 这样的一个清洁工作 这样的落实的清洁工作 除了让自身能够更安全 回到家里也给家里的长辈 然后家人 然后一个更好的一个保护 所以在这边感谢联益会的一个支持 那我想环保局会在岗位上 坚守岗位 哇真的很温馨的消息 那目前民生状况是怎么样的 我们要请教请正义做 我想在这个疫情期间 我们社会各团体公益社团 大家对于这个疫情的 这个资源的资助 我想大家非常有所谓的 共同的公益心 那我们在民意代表的立场上 我想不管我们联益员 或是我们蓝议员 我们希望把社会上的资源 能够结合于地方上 机关他们在防疫所需要的 一个方向去推行 所以说我身为 国际也是担任里长的这种立场 我们跟里长协计会在里 里市长的一个认同之下 他刚开始的时候 大家对于消毒的这个 環保的同仁 他们非常的辛苦 但那个辛苦之下 他们也非常的 所谓有一点危险性 所以说我们积极的想到 如何来保护他们 我想说他们的消毒 是他们最需要的 所以我们当时就购买了50桶的 所谓75%的这个酒精消毒 来提供给他们 希望他们在工作之内 能把自己先保护好 然后才能使他们 持续下去 为我们环境消毒 做继续的一个进度 那也保护到他的家人 保护他周边的同仁 所以说在这个疫情之间 支援共享还有社会公益 大家都是同岛一命的一个心 希望说我们在这种情形之下 我们所谓的防护人员 我们这些做防护第一线的朋友们 大家要把自己保护好 我想这是我们所有地方的 一般的百姓共同的一个期望 真的就是要支援共享 因为我们全岛是同一命的 所以师傅 不知道益座有没有建议 请蓝益座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建议师傅未来 要怎么样来振兴我们的成员 我想这个防疫跟这个振兴经济 是一样重要的 我想这一波疫情 对全球的经济冲击 可以说是SARS时期的四倍 整体的经济损失 也远远超过金融海啸 尤其以服务业受灾最严重 这中间就包括了零售业 餐饮业 百货业 旅游业 旅馆业 当然也包括所有的商圈夜市 那我这边有一个表 这是主祭处 今年6月最新的一个资料 那我们可以看到失业率 6月份的失业率高达4.8% 这是11年来的最高 那失业人口已经达到了57万人 那有工作的人 但是每周公司 那么没有达到35个小时的人 那么也暴增到98.4万人 那再来最严重的就是 目前为止有实施无薪假的公司行号 有高达2700加 有高达3.2万人被迫放无薪假 我想我们从主祭处最新的四个数据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这波疫情对各行各业影响有多大 那我想立法院已经通过了8400亿的书困预算 那么听说已经花掉6800亿了 可是我们发现很多的企业 很多的真正需要帮助的劳工朋友 他们并没有获得这波的补助 那追究其原因我们发现就是因为 这一波的纾困4.0的政策 他这个种种的设定跟限制 都比上次还要高 所以造成很多真正需要协助的人 就变成这一波的这个所谓的纾困孤儿 那我想政府这个时候应该要如何振兴经济 我个人有三个建议 第一个当然就是要普遍的来接种疫苗 因为只有把这个覆盖率提升到70%到80% 我们才能够达到群体免疫的效果 这样子我们整个社会才能够完全解封 让大家恢复正常的生活 所以第一个建议就是 请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一定要密切合作 我们拜托我们中央政府 赶快多买一些国际疫苗 让我们的人民能够自由选择 来这个接打疫苗 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观念 那第二个也因为这个疫情对经济造成重大的冲击 那么要如何辅导企业转型 也是政府应该花心思去处理的 尤其我们现在面对这个5G跟AI的发展趋势 再加上这波疫情 这个可以说是促使了远距产业蓬勃发展 那未来这个零接触的经济 在经济在疫情期间的成长也是非常的突出 所以我建议我们基隆市政府 未来应该协助我们基隆的这些厂家企业 赶快进行所谓的创新数位的转型 我们要积极的辅导我们的商家 服务业的商家 尽快的跟电商还有外送平台来合作 我想这个是未来这个数位经济的一个发展趋势 政府一定要赶快去准备 那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实质的纾困 那纾困政策最重要我们分两个部分 对企业的部分我建议 地方政府应该向中央政府来反应 希望能够简化程序 然后放宽限制 这样才能够让很多需要帮助的企业 可以轻松的获得政府的补助 来解燃眉之急 那么最重要的也就是针对个人的部分 那很多人都在建议 包括我们国民党在地域都建议 应该普发1万块的现金 那我也希望说行政院 这一次还要从善如流 不要重蹈覆车 我们去年发放这个 所谓的振兴三倍券 我们从设计印制发放 行政院就花了23亿 将近23亿 如果这23亿直接改成现金 直接发给人民 你看看大家多好 大家可能可以多发 多多零到三五千块 所以我想普发现金 直接发现金 才是最经济最便民 也是最有效的一个纾困方式 以上是我针对如何振兴产业的方面 给市政府的建议 对 普世疫苗 辅导产业转型 然后要实质纾 那当然我们要请教联谊座 联谊座对振兴产业有什么样的建议 好 我想跟这个男议员 我现在有点回应 也就是说目前我们这个振兴产业 其实前提最重要的就是 疫苗一定要普遍 我再讲一个例子 最近有些朋友 他在安排说 我们这个解封以后要到哪里 这个民宿哪里不错 然后去想到一点说 你还没打疫苗呢 我怎么跟你去 所以这样子的问题很多 包括说你的疫苗没有打 那有人像现在AZ打完了 那打莫德纳 又在等莫德纳 那所以这次政府 在这些疫苗的发放的时候 在施打的时候 就有很多不一样的版本 也造成了民众很多的不便 那总归来说 这个振兴经济第一个 我想我们的疫苗一定要普塞 甚至打到70到80 自然这样子 大家都解封了以后 会很安心的在我们的工作 就能够有很好的展现 那特别是这一次我们看到 这个纾困当中呢 政府也说要让这些人贷款 10万块 很多人到这边反应 根本办不下来 不是那么容易的 讲是讲的 讲得这个很大方 然后到时候 来给我们办的时候 又办不过 所以这个是在这里 也要建议我们政府 特别是在青年创业贷款的部分 这个手头要稍微宽松一点 让大家才有机会 在这一次的振兴方案当中 能够赶快站立起来 那再来就是 特别是对这些辅导就业方面的 这个我想刚刚南远也说到 我们这一次的疫情呢 改变了很多的这个商业的模式 特别是外送平台 或者是这个店家 那个电商的平台 我想政府在这里 要好好赶快积极的辅导 让这些人都能够赶快上路 让我们这一些的经济 能够赶快起来 是 情真情意做 是不是对这里有不同的看法 好 在于纾困的这个方面呢 我想最主要是一些弱势的 我们的民众 他们因为没有税籍 因为他们没有固定的雇主 因为他们没有劳保 所以这都是我们继承的弱势者 在他们继承弱势者的情形下 他们得不到纾困的所谓的帮助 所以说在此 我们在政府定定这个纾困的部分 是不是在针对弱势部分加强一点 那像现在 我们很多有一些小型的商店家 店家 他们的唯一的这个经营 最大的负担是什么 房租 还有员工薪水 那员工薪水 所以当然现在有补助他们每人一万块 这种情形 那最主要是电租 电租也是他们经营企业的最大的一个负担 但是他们的电租部分呢 他跟民间承租的 但是政府部分 没有在这一点上跟他们去解套 如何来奖励 承租所有前人 他能减免他们的住任税金 让他们的住任税金 能回馈到承租者身上 来减低他们的一个 经营上的一个困境 我想这一点 应该我们政府部门 有想一个解套的方式 让我们承租者跟他的房东之间 有如何的一个解套 大家彼此互通来纾困 来解决他们的燃眉之急 我曾经有个朋友他说他的房东非常好 知道他们现在疫情经营 他们经营上有困难 他是做美容业的 他们的房东主动说 5月6月份不给他收房租 然后7、8月给他减半 所以这种轻易者的房租是很少 但是这种房租轻价 这是对一个所谓自行经营者 他是非常大的一个解套的压力 那我们政府部门 有没有在这方面 给予所相当的一个所谓的协助 以奖励 奖励仿佛所有前人 他如何的来减免他 可以承担的一些税金 让他转嫁给承租者 让彼此之间他都能解困 我想这一点政府部门 应该把这一点的 这个列入一个思考 因为我们市政府部门 有把公有租有租任的 像市场的摊位可以有减免 但是为什么我们没有鼓励 我们私人企业的 他们私人经营者 他们的房东与房客之间的 一个减免的纾困 我想这一点我再次补充一点 再来我再补充一下 刚才南院讲了 我们现在去年发了三倍件 所负担的这些支出的费用 你看印刷费就6.7亿 然后信封代光积给我们 信封代就8千万 那超商有捷的配送3.17亿 然后宣传费呢 11.29亿 那金融兑换系统开发10.6亿 整个加起来就20多亿 这20多亿来讲是 是对于我们 真正是要给我们百姓 他们来 来做所谓振兴 我想没有意义的 假设把这22亿人 直接发为现金 我想对我们百姓 刚刚南院讲过 是非常大家乐意所见的 现在各国 美国 日本 还有韩国 还有新加坡 香港等等 他们都直接发现金 你发现金可以减少 这些所谓额外的开支 结成下来 可以加快很多人 今天我看新闻报导 我们虽然讲说 1000块5000的加倍券 那很多的市民的反应 你干脆就发给我们 何必去 让我们就去排队 那我没有钱怎么办 我在经济困难 紓困经济之下 我已经很困难 叫我拿1000块 强迫去换个5000块 那5000块 我又强迫我去消费 那对我来讲 心理上也是很大的压力 根本没有觉得有感 所以说在部分 我希望说我们政府部门 能直接体恤民意 把过去这个所谓的 浪费的这个资源 能加回到我们 真正我们 每一个民众的身上 把结成下来 直接发现金 我想陶渊他们议会也通过了 建议市政府 每人发5000块 让新北胡市长 也主动的每人发3000块 我想就是直接让姐姐有感 让大家在这种 疫情压力之下 有一个抒发的一个 所谓的运气 的一个解脱 哇 真的 就是要民众有感 就直接发现金是最好的 那当然除了纾困 还有我们的阵型之外 要带大家来看我们的疫苗 一块来看看我们的疫作 在市议会上 对市府的建议 讲暖暖区就好 这三天在里面会场 打完之后 那就像昨天打的 早上打280几剂 打280多人 下午晚上打160几 一共这样400多人 400多人打在这种 里面会场空旷的地方好 都可以都没有问题 但是这三天打完之后 那你后续还有的 要到医疗院所去打 那有这么大的场地吗 有这么大的空间吗 我在这里建议我们局长 是不是要打疫苗之后 就像何嘉欢一样 你包给外面的来打 然后到空旷的地方 到里面会场他们去施打 不然你要叫大家 在医疗院所排队 排到马路上怎么可能 而且又不能群聚 我想这一点你一定要好好的考虑 再来施打的时候 这一些的动线 还有分流的状况要去考虑 的确真的要考量的很多 我们要请联谊座 再跟大家呼吁一下 我想在这一个时段 我想争取疫苗 是我们政府应该 积极在去做的 争取这个国际性的疫苗 让百姓 我们民众能够打得很 很安心 疫苗充足 然后要方便安全 让大家能够施打 是 争取疫苗安心充足 我们请一座 我想我们就是疫苗的这个施打 大家都非常的期待 因为疫苗不足轻盈之下 但是在整个疫苗的施打的 一个所谓的平台 的上网平台 造成很多大家的困扰 像他不断式的 一个滚动式的检讨跟变换 让使用者非常觉得茫然 尤其我们长者 他们没有办法在 在这个所谓上网去点阅 登记的时候 他们会上市的所谓施打的时间点 所以在这部分 是不是我们公部门要想想 对于我们65岁以上 这长者无法上网的 这些长辈们 如何的来协助他们 在第二季 或还未打第一季的朋友 这些长辈们 能赶快的去施打 放出一个所谓的平台 让他们主动可以去联系上 是 这个第二季的施打 真的很重要 顺序也要很 希望大家能够更清楚 更明亮 好我想 台湾在防疫的 现阶段过程中 现在最大的问题 就是疫苗不够 我想7月17号 张聪谋在APEC 非正式领袖会议中 已经公开表达 台湾防疫覆盖力 只有不到20% 直言台湾需要更多的疫苗 那么根据我的统计 台湾到昨天为止 我们能够确定取得的疫苗 只有948万剂 包括583万剂的A例 还有365万剂的莫德纳 所以我们的复概率到目前为止 只有28% 这个很明显 没有办法达到群体免疫 所以我想最后 我要拜托我们的中央政府 要以人民的生命为念 我想生命是无价的 政府有照顾人民的义务 人民也有选择打疫苗的权利 拜托我们的民进党政府 不要再政治防疫了 趕快透过跟大型企业的结合 趕快多买一些国际疫苗 让台湾人民能够自由的 来选择打疫苗 这样才能够充高我们的 疫苗的覆盖率 也才能够让台湾的疫情 早日被控制住 让我们真正的解封 让我们真正的 可以恢复到正常的生活 就是要赶快恢复到正常的生活 非常谢谢三位异作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跟大家来探讨 我们民生相关的议题 相信我们基隆会越来越好 感谢电视机前面的收看 感谢三位异作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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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再见 那些好朋友 你 hoborking Que ni